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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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下去的时候还带了一把强光手电 那么此时消防队员们究竟在实施怎样的救援任务 在救援三脚架下放到大概二十多米的地方 然后手电才能看到它 当刘洋到达深井二十六七米的时候 他发现了井底这个已经奄奄一息的女人 因为两天两夜没有吃过东西 也没有喝过一滴水 再加上那种重伤 很虚硕 借助强光手电 刘洋可以隐约看到 在井底躺着的那个女人 从她孱弱的声音可以判断 她的生命体征极其微弱 那么这个女人是谁 为何会出现在孤警中 这是深井中那个女人的丈夫小公 听闻消息后 第一时间赶赴现场的她 也不能理解 妻子怎么会深陷哭泣 据小公说 她的妻子叫于小玲 十一月二十四日出门后 再也没有回来 因为孩子还小 小玲从没有晚回家过 而那天晚上 丈夫小公等了整整一夜 始终没有妻子的消息 但是她怎么也没有想到 妻子会在这深井中 而此刻她无心过问 妻子是如何坠入井中呢 她只希望妻子能够尽快脱鞋 而当小玲的丈夫小公 向警方报案时 警方对小玲的突然失踪 做出了两种猜测 失踪一般有两种情况 一种呢就是离家出走 另一种呢 那可能就遭遇不测 而此时此刻 当发现小玲坠落在这荒野的深井中时 警方更加确认 小玲的失踪是他人所为 小玲和丈夫生有一女 她们婚后的生活很是融洽 小玲失踪后 婆婆也是彻夜难免 那么究竟是谁 发现了深陷哭泣中的小玲呢 原来就在警方接到报案后 傍晚就组织了一场大规模的风雪 没有没有 在哪里走开 大黑路走着 人家边的都是个山东 在哪里 几个小时以后 搜寻范围扩大到了方圆十公里 依然没有找到失踪的小玲 那一刻 民警和小玲的家人一样 感到了一丝不祥的日照 在第二天的下午 那么有一个群众来报称 有年矿 发现了一辆黑色的这个桑塔纳轿 根据车型和车牌号 警方确定 这辆黑色的桑塔纳 正是失踪者小玲的车 小玲的家距此几十公里 这里也没有亲戚朋友 何况这是一个废弃的矿场 荒芜已久 小玲的车怎么会停在这里呢 人车风里有如此偏僻 那么小玲呢 有可能遭此不测 基础人员在对现场进行勘察的同时 群众和民警们一起四处寻找 希望小玲还有生还的可能 一名群众的尖叫声吸引了在附近搜寻的大队长徐荣亮的注意 在这个碎气的砖房里 他发现了一口呼气 我向库井里面喊话以后 应该就喊救命的 微弱的喊救命的声 受害人的家属也在一厅 就是 小玲微弱的呼救声 让在场的人们感到撕心裂肺 这口井的位置如此隐蔽 小玲不可能自己走到这里 失足坠落 而更像是被人强行推进了深井中 我们第一个想法就是先救人 如果小玲能够被城堂救出 不但能挽救一条年轻的生命 那么是谁想加害于他 也将真相打败 打119求助我们的宁东消防大队 让他们来进行专业救护 他们有专业的这个照明设备 有专业的这个救护工具 此时消防员刘洋 已经下到了这口井的三十米处 距离井底大约还有五米 三十五米就相当于 我们普通这种住宅炉的石层吧 之后我们要根据这个具体的工作 在直径只有一米五的井底 还躺着一个受伤者 刘洋在哪里力气 他能否在有限的空间里找准对置 及时对小玲进行救援 在场的每一个人都屏住了呼吸 我们有过这种练习 但是到了圣经里面的这种真实情况下 这是第一次 感觉养性不够你就说啊 我刚明白 你感觉怎么样 此时距离小玲失踪 已经过去了五十个小时 她的生命提升在逐渐减重 在民警们的嘱托声中 在受害者家人期盼的曝光中 小玲还能坚持多久 接下来 消防人员将采取怎样的救援方案 救出小玲呢 三十五米就相当于我们普通这种住宅楼的市场 警民联手展开营救 期待生命的奇迹 这种受害者 幸存 这是大家最欣慰的一件事 顽强的意志力 还能否让她支撑下去 深井中的女人 天网栏目正在播出 年轻的母亲于小玲 被困警钟 已经连天明夜了 此刻 消防人员正在对她实施救援 她在井底下待了两天两夜之后 基本上可以说在那种微弱光的情况下 她适应的那种光 出来之后猛然地看到这么强烈的光的话 会对她的眼睛造成伤害 她应该是受伤很动 然后呢 意识也不是很轻易 于小玲 全坐在井底 滋豪动量不动 刘阳明显地感觉到 于小玲的气息越来越弱 随时都有生命的威胁 显然 留给她的时间不多了 那么最快的方法 就是将于小玲抱着去 如果说是我和她两个人一起上去的话 这样 一个是情仇小 不能容纳两个人同时上去 再一个就是 在救援的时候 当然她会来回碰壁 碰到我当然没什么问题 她本身就是受伤比较严重 就是怕对她造成二次伤害 刘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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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有一个手能空闲下来 所以在这段时间的救援中 浪费的时间也比较多 在对小玲进行身体复作的时候 于小玲渐渐没有了声音 这让在场的人们深吸了一口气 小玲受伤太重 急需进行抢救 但是在狭小的空间里 流氧的动作稍有不甚 就有可能让小玲受到二次伤害 而动作缓慢 就会拖延小玲接受治疗的时间 所以刘阳的动作既要迅速 又要万分仔细 我一直在跟她说话 首先是可以消除一种 她的这个紧张的心理 让她知道我们有很多人在救援她 再一个就是 也让她自己能够打起心心 能够很好地配合我们的救援工作 时间在一分一秒的过去 账面的民警 消防人 群众 还有小玲的家人 都目不转睛地 看着井底的刘阳 因为生命的希望 此刻就掌握在她的手中 而刘阳清楚地知道 如果眼前的小玲 没有了意志力 那么一切努力都是白费 她希望小玲能够坚持 她也要真分夺秒 心里妈都很紧张 但是刘阳依然用一种极其放松的语气 安抚还处在恐惧中的小鞭 把我的安全钩挂到她的这个身体吊带上之后 她就是身体就可以不用劲了 她的身体完全就是被这个救援吊带 已经固定住了 当安全绳索吊着小玲缓缓上升的时候 她并不知道 监济绳子的另一端 除了消毒队员 还有自发的群众和她的家人 此刻无论是专业还是非专业 大家同心协力 默默期盼着生命的奇迹 岔阳胎 监济绎小说 你看 沙塢 这这是张颜上 interesting 没 scary Quiet 你深 phải 来 出了 warehouse 绕� 小鱼身受重伤 两天没有吃东西 生命体征比较微弱了 这个时候呢 当他看到他的家人和我们民警之后呢 就慢慢地休克过去 此时距离小鱼被困已经过去了52个小时 体力严重透支的他出现了深度昏迷 一场生死营救之后 又将迎来一次与死神的搏斗 那么这一次小鱼能否幸免于难 此时此刻 所有人都在期待小鱼的醒来 因为只有他才能揭开自己坠入深境的真相 成功得救后 他再度面临生死的考验 灾难之前 是谁向他伸出了黑手 关键上 有非常深的灵魂 立案 侦查 寻凶 刻不容缓 深境中的女人 天望大陆正在播出 天望大陆正在播出 被困申请 两天两夜的于小玲被成功救出后 立刻被送往了急救中心 民警们也一直紧跟其后 他们期盼着小玲能够安然无法 也希望尽快从小玲口中得知所发生的遗弃 想着能在第一时间能了解一下案情 但去到医院以后 医生说是受害人就是羽毛了 就是好像身上多处损伤 还在昏迷 一度昏迷的小玲经医院诊断 全身多处骨折 内脏受损 生命垂润 现在最重要的就是这个 小玲如果要是苏醒了 那我们的案件就会大难以添加 那么小玲如果发生不测 那给他的家人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伤害 同时呢 对我们案件的侦破 也会造成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困难 我想问一下就是我们这个受害者 情况怎么样 现在是全身多发的骨折 颈肥骨断 雾骨断 赤脑骨断 另外怀疑现在有脏气的损伤 现在病人生命体能不平稳 可以困难以困难的状态 我们现在正在经历的抢 所有人都在期盘 小玲能够尽快醒来 在等待的同时 警方的侦查工作也在开展 在对小玲的车进行仔细检查之后 警方并没有发现 他随身携带的钱包和手机 而在小玲停车的位置 技术人员发现了一些凌乱的脚印 显然除了小玲之外 这里还出现过至少两个人 因为有一个拖拉的痕迹 那么我们就认定了 有两名嫌疑 在拖拉着小玲 到了这个第二个现场 第二现场就是小玲被困的这口枯井 根据现场拖拉的痕迹 警方推测 嫌疑人袭击了小玲 之后将她拖到了枯井边 又残忍地将其扔了下去 那么究竟是什么人 要对小玲下自独手的 原来小玲是一名跑出租的司机 十四日那天中午出门后 就暂也没有回家 那么案发当天 小玲到底遭遇了什么人 在我们组访过程中呢 有一个穷重学提供 提供了一个信息 他看到一男一女 上了这个小玲的车 这个男的呢 大概是一米八左右 身体比较强壮 女的呢 大概在一米六七到一米七零左右 警方很快调取了目击者 所受位置的监控录像 确实发现了小玲的车 十四点三十三分 小玲开车离开 但是由于距离探头较远 加上路边树木的遮挡 民警并不能看清上车的乘客 但是监控中 小玲开车离开的时间 和目击者所提供的时间 完全完合 那么小玲所拉的乘客 应该就是目击者 所见的那两个人 警方推测 小玲遭到侵害的时间 应该就在二十四号下午 两点五十至三点四十分之间 小玲的丈夫在三点四十以后 就再也打不通她艾伦的电话 那么我们就判断 这一男一女 可能就是伤害小玲的犯罪嫌疑人 嫌疑人有可能就是 事先选定目标 准备对小玲实施侵害 也有可能是途中 因为什么原因 与小玲产生了冲突 从而忙发了杀害小玲的邪念 但是不管嫌疑人的动机是什么 当务之际是找到这一男一女 可是没有姓名 没有照片 到哪里去寻找这二人呢 此时民警想到一个问题 小玲的车最终是在 永宁煤矿被发现的 而这是个被废弃多年的矿场 一般人根本不知道 宁东有这么个地方 方圆几公里呢 没有人 很多人也不知道有什么地方 除非呢 在这里 它是宁东的常住人口 或者是长期居住在外面的 这一类的人 他才能知道有一个永宁狂 而且熟悉地形 并且能够准确找到哭情的人 应该对这里非常了解 那么会不会是曾经在永宁矿工作 或者居住过的人呢 走访中 民警很快得到了一个重要信息 有人说 以前曾在这里看矿场的夫妻 很像警方描述的那两名嫌疑人 只要能找到这两个人 他难道不在这干了 但是他 我们最起码就是我们嫌疑人 真是身份 我们查清楚了 然而当警方找到 看矿的这家男主人时 发现他并不具备作案动机 也没有作案时间 以往在永宁矿工 做过的大多数人 如今都不知了去向 逐一寻找盘查的话 不知道要到哪年哪月 那么嫌疑人究竟是谁 他们长得什么模样 只有小玲最清楚 28号 小鱼醒了 我们接到了一个好消息 小鱼醒了 当民警们看到医院时 小玲已经离开了重症监护室 他慢慢地回忆起来 那个可怕的下午 胳板 腰部 双腿 多处骨折的小鱼 对于在那个废弃矿场 发生的事情 依然有些后怕 之后小玲失去了意识 当她醒来时 已在哭泣中 小玲说 那天租他车的一男一女 应该是夫妻 身高一米七左右 三十多岁 三十五六岁 女的就知道是 人特别瘦 个子不高 根据小玲的描述 这对夫妻都是矮个子 这与目击者所说的 高个子男女明显不符 为什么受害人和目击者 对嫌疑人的描述 有着如此大的差异 案件的真相 究竟是怎样的呢 悲惨遭遇 如同一场恶梦 心存歹意 他们精心谋算 不容易被你发现 所以他对你反不较疼 素不相识 他们为何要将他 推向深渊 深井中的女人 天望栏目正在播出 在经历了一场可怕的劫难之后 于小玲终于苏醒过来 但是他对嫌疑夫妇的描述 却和目击者大相静体 我们就考虑呢 小玲呢 当时受到一定的惊吓 他全身呢 就高度紧张 可能对嫌疑人的这个 体貌特征呢 是一个比较粗的一个概念 描绘的不是很清楚 我们就决定呢 我们就决定呢 开始 以当时目击的这个女司机提供的线索 为主 不过 小玲和目击者都可以确定的是 嫌疑人夫妇在35岁左右 那么这个年龄段的夫妻 很有可能有上幼儿园或小学的孩子 于是警方严密监视着学校和幼儿园的大门 试图从接送孩子的家长中寻找到那对嫌疑夫妇的踪迹 而就在这时 负责走访的侦察员有了新的发现 又有一名女司机说 曾经见过这对嫌疑夫妇 而且不止一次拉过他们 就是说我们可以愿意放弃我们的生意 做全力配合警方抓获犯罪嫌疑人 于是这名热心的女司机也加入了警方的侦察小组 果然两天后的傍晚 女司机发现了嫌疑男子的身影 她立即给刑警大队打了电话 她说在幼儿园门口 学大队长就赶快联系不顾人员 赶不顾这个幼儿园门口 叫什么名字 我叫何旋风 是山西藏 奖鞋肢意谋杀于小人的犯罪嫌疑人 终于落马 我说你到这来知道为什么 我不知道 你这几天都走哪了 去都干什么了 去过什么地方 几句话一问就显得非常警察 他说你问了是不是出租车的事情 犯罪嫌疑人何俊峰全盘拖出来 他和妻子杨宗勤的犯罪事实 原来何俊峰和妻子都是来自陕北的农村 之前在永宁煤矿工作过一段时间 矿场废弃后 他们开了一家面馆 生意不尽让他们打起了想接御司机的念头 那么小林为什么会成为他们的目标呢 因为他是跑黑车的 这就是他坐在车里边买手机 我觉得他人格就比其他人小一点 而当时小林正在车中 一边给丈夫发信息 一边等着拉火 何俊峰夫妇走了过来 问他去不去永宁煤矿 而此时小林丝毫没有意识到 这位夫妇已经将他选做了作案目标 我就说了这二十块钱 美女这个就说二十就二十 单纯的小林原本以为 拉一对夫妻反倒安全 但是他没有想到 这是一次精心策划的骗局 路越走越偏 小林依然没有想到 等待他的僵尸什么 到来空无一人的飞机矿场之后 何俊峰让小林停车 车上停下 我还没反应过来 就这家生就累上了 人没有说话 人没有跟我说 人没有说 说是爱跟要签 那么还是要啥 要车 都没说 这家就有什么都打了 在拿走了小林的耳环 钱包和四百元现金之后 他们并没有打算 放小林一条生路 而是毫不留情地 将小林扔进了 三十五米深的井中 这时候杨凤车又拿着 害怕那个人没死 又从旁边找了几块砖头 就砸到井里面 那你觉得都砸想着呢 那你如果把我零用 你把钱拿走也算 为什么就要把我飘到井里面 说实话 我要是能过去 我真的很想我零用零用 顽强的意志力 让小林挺了两天两夜 大小林地 在婆婆的细心照料 和民警们的帮助下 小玲在慢慢地恢复 因为脊椎上面也打着 打着十几个钉子 也特别疼 一感觉就真的不想活 二十几岁要这样睡到这床上 我都不知道我以后的路该怎么走 身上的疼痛 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够结束 而留给小玲心里的创伤 却是永远都不会抚平的 自从出事以后 小玲和家人也在反思一个问题 黑车司机最担心的是什么问题 安全问题 因为黑车发生的问题屡见不鲜 那么他们为什么还要开呢 因为他们都抱着侥幸的心理 认为这些事情不会发生在自己的头上 一旦发生了 那么一切都完了 在经历了惨痛的教训之后 我们需要思考 为什么黑车司机常常成为被侵害的目标呢 不熟悉正是单身的车 就是它不管哪任何人 出去有没有安全性都没有保障 因为黑出租呢 你让它到哪去 它都乐意去 再一个呢 就是说是黑出租呢 它没有这个 像公家的这个出租车 它有各种这个通讯位呀 GPS定位呀 容易侵害 而且呢 不容易被发现 那么相对于黑出租 正规的出租车 有哪些安全保障措施 里面有这个监控探头 那么就是通过这个监控探头呢 和我们这个交通警察风局 这个监控画面呢 实施这个信息反馈工作 那么以后呢 将逐步外散 GPS随行定位 实施对象呼叫 来更好的方法 目前的情况下呢 就是说所有的假设院 在野间姓氏当中 处称必须到究竟的排出所 进行登记 一切报这个乘客 司机单权 如今 出租车已经成为人们出行 最重要的交通工具之一 交管部门 以及出租车公司的 一系列措施 使得出租车上的安保措施 在逐步完善 这将会更有利于 保护乘客的合法权益 也更有利于保障乘客和司机的 共同安全 同时 无论对于司机还是乘客 自我防外意识也尤为重要 如果都能做到合法运营 文明乘车 那么我们的生活中 也会多一份安宁与祥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